《茶席》 《茶席》 茶席這兩個字原創並不是在台灣 在古代茶席 那個席字可以講是一種 竹墊竹編的一種器物的東西 以茶席在中華傳統文化的 一個茶道的部分的界定 是方子在一個空間 這個小茶 就像還沒有泡之前的茶乾 也是一種欣賞 也是一個環節 那它的香氣跟它的外形來講 也會讓我們覺得是兼具 這個形色美的部分 以前不叫做茶席 那以前在我們台灣泡茶 我們小時候接觸到就是 泡老人的這一回事 台灣泡茶會聚集在一個特定的場所 比如說是廟前 大家一定掃不了一定是要泡茶 泡茶這個茶藝的一個開始 然後再下著象棋圍棋等等 那從這個老人茶一直開始 也是源自於我們的祖先 都是在福建廣東那一帶的一個 喝茶的風氣一直帶到我們台灣來 那老人的為什麼是僅限於一些年紀大的老人嗎 年輕的在哪裡呢 年輕並沒有在喝茶飲茶的習慣 從這個老人茶的積墊一直延伸延伸到茶藝館 會跨足到整個在茶洗上 形色美這方面的一個講究 我們這是第一泡的茶湯 茶湯好漂亮 好香喔 好 然後我們第一杯呢 一般個人有信仰的話呢 你可以放在席上來供養上 台灣這一些前輩們去到日本參與 這個抹茶道或者是煎茶道的影響 受到了這樣一個美學的概念 慢慢來發想 帶到我們台灣這種茶飲的基礎上 懂得在我們茶桌上面 來放一條叫做腰帶 也叫做Ovi 衍生到現在的叫做桌旗 有人也叫做西方等等 開始注重在我們茶桌上的 不管是只有達到功能性喔 在我們藝術性也開始做 這是比較涼 總共需要五個 六個 給你用那個雏形 你把它抓好看 這邊比較好看 比較自然 對不對 也不一定要居中 它就一個泡茶的一個泡茶盤 我不用太太多太雕琢 我只要能夠起到我要泡茶的作用 一片那個葉子很大片 趁在底下 在樓上面泡茶 也可以 它還是Wabi Sari Wabi Sari Wabi Sari就是一種 吞吞 沒有很那樣的東西 按你這邊的氣形 你只要拿取的蛋 它不一定要排排在 可以用這個嗎 可以 可以 觀賞茶顏 我們透過茶桌呢 來欣賞我們今天 藍花茶的一個原貌 烏龍入宮 直接注重第一道 尋杯 有序 現在 將茶湯 倒入在 蚊香杯中 由幼之左的 杯杯一序 三龍布頂 杯杯雙叩 我們將品杯 蚊香杯上下的叩杯翻轉 過來 來 大概將近二十年前 我是跑到台中去學 然後上台北考證照 當時在台南 茶藝這樣的風氣 並不頂盛 而且 之前 這邊來講 台南真的也很缺那個 師資 就經人家的介紹 就跑到台中去 最主要是要拿到這個 陸宇的泡茶師的這個陣仗 就是這樣開端 學泡茶 他們講學泡茶 泡茶還要學嗎 十到今日 大家可以接受 我在上茶道課 我在上茶藝課 我想茶藝不單單只是泡茶 這個裡面含藏背後的文化歷史 都足給予 我們讓自己來心靈提升 還有藝術層面 上茶桌 茶席這一件事情 自然而然 你就會讓自己心 先靜下來 放鬆下來 剛剛不愉快的事情 好像就稍縱即逝了 茶席不是單止器物 來滿足視覺而已 只要人跟人在喝茶 共同交融出的那種 說不出來的気持 很多我們茶界的朋友 北部人 中部人 都很喜歡來台南這邊喝茶 為什麼 台南多了一份人情味 哇 就喝這個茶 借油茶 我們覺得你跟你喝茶 好開心喔 什麼都沒有做他想 也就好像是忘年之交一樣 好開心喔 謝謝 人生之類 對不對喔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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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喔